我说现在天是越来越热了 我看那核酸检测点的大白 真是太辛苦了 你看一站就一个大白天不说 那防护服闷得死死的 但是这两天在沈阳铁西 有一个核酸检测点 不仅效率高 那儿的大白还能逗你一笑 现在做核酸 已经成了大家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通常我们做核酸呢 都是拿出自己的手机 出示二维码 在确认信息后呢 再到采集区进行检验 而这两天在沈阳 就有这样一处核酸检测点 因为不一样的风采 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上采印 长相是差点诚意 但是从气质这个角度来说 这么多年就在我手里 拿你那个手里 别的大白都是纯人工手动手码 把这个大白已经升级为半自动 就是感觉它特别可爱 然后它这个人很风趣很幽默 然后能想到这个办法 绝对是个人才 然后还有好多那个大白 在底下给我评论说 希望把这个制作方法交给他们 然后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 我也可以帮忙问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都想学习这个方法 也给别人就是说带来很多方面 择日不如撞日 既然来了我也去体验一下 当时做这个的时候 也就是想着有些人他这个 我戴这个口罩说话 事儿太大了 太小了的话他听不懂 然后又听不清 然后太大了的话 他就觉得我态度不好 然后我干脆就给他写个牌 我让他看见 他就知道完事了 完事儿他就往前走 就是我看这上面还画了一个笑脸 就是您平时的性格 就是比较俏皮吗 也没有 就是刚开始弄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觉得很 过来都感觉很好玩 然后都笑一下 然后我就给这个 改变一下这个生活方式嘛 给他笑一下 本来这个排队挺苦涝的 就看到这个东西感觉 心里挺挺好 反正我在这投一个 因为我单位就来这附近嘛 也就不去 基本上都是每天都来这投 但是还挺方便的 之前在这个刷抖音的过程中 刷到过这个 就咱辽宁这边这个 你这个笑 一拽这个就告诉你 那个扫完了 然后接着去检测就可以了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 省得比较那个通俗易懂吧 很多人一看就明白了 这个 果然是懒人改变世界 别人站着他坐着 别人动手他动脑 我就想到之前 就测那个二维码的时候 对吧 很多人他设置了一个就是纸杯 把纸杯底给抠掉 然后为了不反光嘛 后来直接上升到鞋盒子了 大家伙呢 谁有这样的创意 或者有更好的办法 都可以扫码加入会员 先把红包抢了 然后你告诉咱们 对吧 咱们去告诉大白去 一起来分享一下 咱们一起为抗议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